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远码分析之如何向远程发送消息 我们主要了解以下的几点 首先就是了解CS的架构 然后就是要了解一下RFC中SSH的协议 其实就是SS传输层的协议 然后要知道SSHclient如何建立这个Circuit 最后就是如何发特定的消息给远程服务器 我们看这个CS架构 比如说你的这个终端 不管是你的移动端 还是说你的电脑连接这个服务器 它都是通过网络 然后这client跟server 其实就是CS的简称 它就称为CS架构 它是通过这个网络进行 网络传入协议进行交互的通信的 CS架构它本质上其实就是进程间的通信 然后非常广泛的一个方法 通信的方法就是套接口 因为它是更为一般的进程间的通信机制 可用于不同机器间的这个通信 起初它是由UNIX系统的BSD分支开发出来的 但现在可以一般可以移植到其他UNIX系统上 比如Linux和Windows 它当然也都支持 包括Mac它的系统也是支持这个套接字的 然后我们要了解这个RFC的SSH协议 可以阅读一下它的文档 然后这个PVT上它显示出来 这个文档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随便的搜索一下这个SSH 就可以看一下 大概浏览一下它的协议 哪里会用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Promicor它的代码里边 会有很多地方会用这个Message 这个对象会填充很多的这个消息 然后如果不了解这个协议的话 就会看到很莫名其妙 它其实都是根据这个SSH协议来 对这个Message进行填充的 我们之后就会看到 然后就是我们看一下 如何建立这个Circuit 前期需要了解这个 比如说Python它的Circuit 一个基本的知识 多线程 还有这个多线程中的这个事件和锁 我们在前面也接触到一些多线程的基础知识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再了解一下这个Event 因为这个Event的话 在我们之后阅读代码中会看到 了解一下Event 它的基本的使用的方法 我们看一个核心的东西 就是在什么地方建立这个Circuit呢 它就是在其实就是在这个Connect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代码 它Connect的时候 其实这个地方它传入了一个Sock 但是一般是传入为空的 看一下代码 它如果这个Sock其实就是Circuit为空的时候 它其实会根据我们的这个传过来的这个host跟port来进行建立一个Circuit 它怎么建立呢 首先是建立一个基于流的这个Circuit 这个建立出来之后 然后这儿其实就有一个Connect Connect 嗯就真正的建立起连接的 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 然后在在这在这个PromicoClient的Connect 它除了这个建立一个Circuit之后 其实它还会把这个Circuit传到这个Transport里面 这Transport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介绍 它就是呃 一个流 一个什么流呢 一个一个 一般是一个Circuit的流 就是套机字的流 我们称之为一个Session 包装过的Session 嗯 然后我们看这个 嗯 如何发特定的消息 嗯 特定发特定消息很常用的一个指令 就是Education command 就是像远程服务器这个执行 比如说执行查询啊 执行什么命令啊 我们之前都用到过 但是它如何进行操作呢 首先它其实打开一个Session 然后就是根据这个协议 RFC SSH的协议 来设置Message的内容 最终 然后通过这个Circuit 把我们这个消息流给发送出去 我们可以看一下实际的代码 我们怎么找这个 呃 比如说右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编辑器右边 是可以快速的选择这个函数的 Circuit command的 可能它的指令我们只关注这个 比如它传输一个字幕串 command的 它首先打开了一个Session 我看通过这个Transport 它Open一个Session 它怎么打开Session呢 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它其实就是 Permico内部它打开了一个Channel Channel其实它就是一个Session 我们看一下它的类型就是这个Session 它传输的还有这个 呃窗口大小和最大包容大小 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呃 传输过程中接收和发送使用的 包括有个超时 我们看一下Open Channel 它打开一个Channel的时候 主要的主要的流程 比如说申请一个新建一个ChannelID 拿到一个ChannelID 然后新建一个Message 其实这个时候就开始发消息了 呃 然后根据RF协议 它它请求打开 打开这个打开一个Channel 然后把对应的这个呃 消息给对应的这个消息里面 对应的一些东西给放进去之后 然后其实它就 它就要把它最终给发送出去 我们 然后它最终申请了一个Channel 这个Channel它又设置它的Timeout 然后这个时候它就开始执行这个Execution Command 我们看一下Execution Command 它主要在做一些什么工作 我们看一下它上面有一个这个东西 OpenOlet它是很明显 它是一个装饰器 装饰器它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具体实现是做了一些检测 比如说这个Channel是不是有效的 做了一些比如说呃是否是关闭呢 其实就是做一些有效性的检查 如果它当前这个Channel是认为是无效 它就会抛出一个SSHException这个异常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在执行命令的时候 它同样也建立一个Message 这个Message它其实就是一个SSHMessage的流的 流的一个包装 它可以放各种各样的自乎串啊 英特尔布尔啊 和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这个指令的话 它就放了一个Channel Request 它是一个字节 然后放了这个Channel ID 呃加上一个它执行的这个操作Equest 呃这个处的话就是是否是返回 加上它实际实际需要的这个字符呃 执行的这个字符刷 然后嗯如何真正的发送到远程服器呢 它其实是通过这个Transport的SendUserMessage 来发送的 这个SendUserMessage 它里边又做了一些检查 比如说里边就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在做一些事件的事件的一些检查 在可发送的时候 它调用这个SendMessage又是一层包装 然后这个PacketTether 嗯真正去发送这个Message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PacketTether 它是它是什么呢 它我们看一下它的初始化 初始化是通过通过一个传入一个Circuit 然后建立了一个PacketTether的对象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PacketTether它这个对象是 SSH包协议的一个实现 那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知道可以大概浏览一下 它其实就是这个SSH协议的一个封装 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它SendMessage的时候 在做些什么 SendMessage的时候 比如说它传入这个这个消息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建立的这个Message 会把它进行一些转换 比如说把它转换成这个二进制的流 比如说把它的第一个字节 也就是说它这个消息的头给拿出来 然后这个比如说加锁 是防止这个多线程的调用 调用出现问题 最终的时候它通过这个RedO 其实就在RedO里面真正的发送 我们看一下RedO在做些什么操作 RedO的时候它根据这个传入的这个消息流 然后这个while循环 while循环会把这个消息流完全的发送出去 我们可以看一下主要的步骤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一个Circuit 就是底层的最底层的Circuit 它通过Circuit的Send发送出去 发送出去的时候 这个CircuitSend它会返回一个int 就是返回一个那个长度 就是它发送的这个长度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关键 它会把剩余的这个字节串 给再付给这个out 也就是说没有发送完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我再那个 我再把原来的剩下的这个流给保存下来 然后这个out呢 这个out如果还有的时候 就是长度还是大龄的时候 我继续发送直到这个整个流完全发送完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 它整个发送消息 它是怎么样的 大家通过今天这一刻主要的是了解这个我们做一个CS架构的时候 包括这个Promico的Client 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封装这个SSH协议 通过这个底层的 我们看出来 它就是通过底层的Circuit 然后把这个SSH协议给封装 组装起来 然后通过这个Circuit给发送到远端 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里